老外准备了两辆拖拉机 接下来又拿来了一大卷保鲜膜 用保鲜膜把这两辆拖拉机给裹在了一起 看起来倒是非常的严实 接下来的两辆拖拉机发动了起来 接下来看一下能不能争脱开 能够看到确实非常的费劲 这么多的保鲜膜实在是太结实了 还会用拖拉机去碾压一些东西 后轮压上去之后就没有不被压碎的 拖拉机的重量也非常的大 看起来拖拉机就指着后面的轮胎了 于是就把后面的轮胎给拆了下来 换成了和前面一样大的轮胎 如果不仔细看都不以为这是一辆拖拉机了 看着可真的是太别扭了 换成小轮胎之后 气势直接就减少了一半 当然这一点也不影响拖拉机的形势 慢慢的老外又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拿来了一个千斤顶 紧接着就把前面的两个轮子给拆了下来 看一下拖拉机没有前轮会怎么样呢 为了启动拖拉机 拖拉机一下子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现在拖拉机倒着行走一点问题也没有 接下来看一下往前开会怎么样呢 前面的两个车轴就好像是轮子一样也在旋转 在路上走的时候也卷起了一些沙土 毕竟轮子还是太小了走着走着一下子就卡在了地上 浏览地和去线中的轮子 就会关闻过一半